我們來看全國性的民調 川普和拜登的差異 在四份我們現在找到的民調裡頭 分別由著名的The Messenger You Governor The Economist Morning Consultant Emerson College所做出來的民調裡頭 川普贏了三個 其中The Messenger他贏了四個百分點 另外在You Governor裡頭 他輸了一個百分點 另外一個民調他贏了兩個百分點 在Emerson College裡頭贏了八個百分點 所以看起來如果是全國性的選票裡頭 川普贏拜登的機率高過一輸 但美國採取的是選舉人團制度 所以重要的還是搖擺州 搖擺州呢目前為止 拜登民調雖然落後 川普呢在11月5號的時候 五個關鍵搖擺州裡頭全部都贏 那個時候還包括了賓州 包括了Georgia 包括了Michigan 包括了內華達 包括了Arizona 當時我們就說 如果這幾個繼續贏下去的話 那川普一定會贏 那川普當時在6個100州裡頭 只有已經領先了五個州 唯一川普落後 拜登的當時 只剩下 那個時刻呢 就只剩下了 我們所看到的 就只剩下了Wisconsin 就只剩下Wisconsin 這個拜登他贏 但是經過到目前為止 有了新的改變 在新的改變裡頭 2024年美國總共大選這個搖擺州呢 的確是很大的改變 Michigan有15張選舉人團票 變成45對41川普輸了 Pansylvania它是由 Quinnipiac 跟我們稱為叫 Quinnipiac University 所做出來的民調 49對46 所以這個差距都很小 都在民調範圍差距之內 這個州呢 有19張選舉人團票 他也是拜登 贏了川普 那其他的幾州呢 都是川普贏 但是都是比較小的州 Georgia比較大 是16張選舉人團票 Nevada是6張選舉人團票 Arizona 把我們的台積電 兩家都搬到Arizona去 結果川普是贏了10個百分點 所以這個地方大概 拜登是輸定了 Wisconsin 拜登也輸掉了 川普反敗為勝 在贏的只有4個百分點 那其中呢 Wisconsin有10張選舉人團票 這裡頭很重要是 Michigan跟賓州的改變 Michigan跟賓州 虽然改變了 但是大家要注意 拜登贏的都只有4個百分點 到3個百分點 所以目前為止呢 即使拜登領先的州 這兩個州是大州 未必將來還會繼續贏 所以這搖擺州呢 Still Swing 還在繼續搖擺當中